只要我成绩好,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只要我不犯法,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学校教育不等同于课本知识和考试 家庭教育也不等同于赔写作业 嘿,我是阿图,在海外教汉语的教育博主 没发视频的这两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我即将在门特梭利学校开展沉浸史中文教学 我也正在策划新的播客频道 忙里偷闲的做了这期视频 没有好看的花字和特效,敬请谅解 今天的主题是从中文教师的角度解析郑女士的声明 有网友说,这份声明像外国人第一次写中文 每个汉字都看得懂,但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大略扫了一下,确实有一种在看学生作业的错觉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期视频只是模拟批改中文写作 无关其他 另外,我原本以为可以深度解析这份声明 但是我花了三个小时,也就大概读懂了 即将看到的这些内容,我经历了 首先,从写作格式来看,这是一篇声明 对大部分的汉语学生来说,他们需要掌握的写作格式 包括日记、书信、演讲稿等等 声明的格式已经属于超纲了 但是从写作目的和内容上来说,声明其实也没那么难写 只要公开表示态度或说明真相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比较认可的个人或者官方声明 需要在第一行中间的位置写下声明 来告知这份文字内容的主要目的 再来看看其他的格式问题 很多学生经常忘记文章开头空两格 有的学生写完以后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想改 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我会在他们真正开始写作之前就告诉他们补救的方法 在文章开头的地方画两个格子 也告诉他们,中国学生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都是这样来补救的 在文章分段的时候,不需要空一行 而是直接另起一行 开头空两格以后,开始新的内容 很多学生受网络文字的影响,一句话一行 有的通篇没有一个标点 有的偶尔有几个标点 有的虽然写了标点 但是大部分都不符合规范 比如中文写作里的省略号应该是六个点 如果用文稿纸写作的话 每个格子里写三个点 而且要写在格子的中间 而不是靠下的位置 另外中文的逗号和句号的书写规范 也要不断的强调 很多同学逗号就这么写 句号就是一个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文章的具体内容 开头写的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某个人 对于汉语初学者来说 形容一个人或者一样物品的地语不要太长 为了避免引起奇异或者担心读者看不懂 郑女士采取的方式是把这个人物另起一行 起到阅读的时候歇口气的作用 在汉语写作教学中 也会有学生做出类似的贴心的举动 我会鼓励他们 只要找得到主卫兵 文字的逻辑和用词没有太大的问题 读者都是可以看得懂的 中文学生里除了外国人 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我是不允许学生写网络用语和 非必要的英文的 他们可以写MBA CEO UFO 这些特定英文 但是必须在后面的括号里写明 英文的全称和中文的含义 我一点也不逃避我说过的话 逃避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逃走避开不愿意 或者不敢接触的事物 可以说逃避责任 逃避现实 但是不能说逃避一句话 这里是用词不当 可以改成 我一点也不否认我说过的话 如果觉得这样的双重否定太难 也可以直接改成 我承认我说过的话 为了强调我的决心 也可以改成 我绝对承认 我说过的所有话 记得加句号 因为第二句话里面已经有否认这个词语 那第一句话可以保留逃避 但是表达方式得改一改 可以改成 我一点也不逃避 我所要承担的一切责任 第一时间我否认一切 并且做一切努力来结束这一切 这两句话让我没看懂的主要原因是由 一切这个词语引起的 一切是一个只是代词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是全部 各种 比如说 调动 一切 积极因素 第二个呢 是全部的事物 比如说 人民的利益 高于一切 由于我不是写这份声明的人 所以我无法确定这三个一切分别指代什么 单从写作意图上来看 第一个一切 可能指的是全部的事物 一切我没做过或者不承认的事情 第二个一切就是全部各种的意思 为了让文章更容易被理解 这里可以直接替换成全部或者各种 第三个一切跟第一个一切的意思是一样的 也就是全部的事物 指代的内容不一样 这里指代的内容就是旁人对我的无端指控 重新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很有可能是 我第一时间 我第一时间否认我没做过或者不承认的事情 并且做出全部努力来终止旁人对我的无端指控 接下来我没想过他出轨了我该怎么办的事情 由于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规范的分段 所以我不知道这句话要归于上一部分的内容 还是下一部分的内容 如果是归于上一部分的内容呢 那么我刚才解释的一切的意思可能会被全部推翻 然后我就更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三个一切了 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好那就先过了吧 接下来的这句话是汉语学生最最最常犯的错误 首先是大家都看出来的日期顺序的问题 这里呢也稍微提一下 中英文里有三个表达顺序相反的东西 那第一个呢就是日期 中文里呢是年月日 英文里呢是日月年 有的时候呢也会像这里一样写成月日年 为了避免歧义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写月份的缩写 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写September 27 2019 我们更常用的是27 September 2019 第二个呢是姓名 中文先写姓再写名 在英文里面先写名字 或者我们叫First Name 再写姓 有的时候也叫Surname 因为姓写到最后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叫Last Name 因为姓是呢代表的是一个家族 我们有的时候也叫他Family Name 第三个表达顺序不一样的是地址 中文会把地址从大往小了些 比如说先写国家 再写省或者直辖市或者自治区 再写城市 城市接下来有的地方是写区 有的地方是写县 在最后呢到你的门牌号码 英文里的写法是从多少是一直往前写写到国家 读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上面那句我不知道要归于哪里的句子 其实是跟这句话有关系的 也就是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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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da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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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airplane 好吧也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一天在飞机上出于汉语的语言习惯 我得把这句话改成2019年9月27日 那天我在飞机上没想过他出轨了我该怎么办的事情 嗯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从逻辑的角度来说 嗯那在现实教学中 这个时候我会找学生来面谈 让他把要表达的意思直接告诉我 或者直接用英文来解释 我在想办法帮他组织语言 时间有限我直接跳到后半部分了 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一切 自己的错却把一切要我家人承担 其实大概看得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语言组织上有一些问题 包括我和自己的用法 把字句和要的用法没有搞清楚 以至于短短的一句话变得表意不明 让读者看起来云里雾里 有若干个修改建议 我却把一切错误推给家人 或者我却让家人承担一切错误 又或者我自己的错误 却让家人来承担 大家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也可以写在留言区或者打在弹幕上 爸妈很抱歉不让你们发言到现在 从句型上来说像是blah blah blah until now 又是英文的表达方式 从主卫兵的语言成分上来说 也会让人产生一些奇异 是爸妈对女儿的抱歉 还是爸妈对读者的抱歉 又或者是女儿对爸妈表示歉意呢 我们再跳到最后一句话 以及孩子的如何解决 我经常跟学生说 说话要说完整 大部分读者是没有耐心 也没有激问去追问作者 你要表达什么内容啊 所以这句话里要表达 孩子的什么问题要得到解决呢 虽然是从语言表达上解析 郑女士的部分声明内容 但是作为中文教师 我也确实遇到过不少 只求功利不懂共情的学生 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是一样的 只要我成绩好 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只要我不犯法 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这些学生和学生家庭所谓的成绩 只是一个短期内 让他们有满足感的数字 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学校教育不等同于课本知识和考试 家庭教育也不等同于陪写作业 希望每个孩子都被父母真心疼爱 每个家庭都能幸福和谐 也期望每个汉语学生 都能在老师们的从旁协助下 用汉语准确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感谢你的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